大家好,我是个本期大关站,来关站把目前S1的速散之魂 这把的话,呃,已经不是四黑了啊 因为这边,哎呦,415啊,掏了个空军 就应该是415和傻兜的双排 然后这边的话,诶,震射神 我没记错这是加四黑的一员 遇到的牛仔,那这两个应该不太会双排吧 可能是他已经到了7阶,然后他的双排队友还没有到7阶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阵容上面来讲,这套阵容对于速散来讲不是特别的友好 原因点在于速散前期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拿刀 所以说呢,这把的话,速散,哎,偷袭,空军,来,技能给上 到你脸上的,咔嚓,一刀 空军这边也是没有着急交这把枪啊,留着 你一个插眼速散,没有闪现的 这把枪真可以留一留 留到刀口上面来用 嗯,不过这把说实话速散抓空军 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难打啊 飞加应该是带一个薄命吧 然后牛仔这边的话,待会可以过来OB 镜头给到空军 交枪吗 哎,这波,嘘 这波速散没丢过去,还是说,哎,躲 炸了,那这边看飞轮,蓄力刀,哎,不给你交飞轮的机会 因为这刀的话,空军是看不到速散回刀的嘛 牛仔就在旁边,有机会吗 可以打一打,可以打一打 这个窗口其实对于牛仔来讲,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天险了 就这个窗口,你还真别说,速散这边拿着牛仔真有点没办法 飞轮交的稍微有点早了,因为这刀感觉好像不是特别打得到,丢伞回去 那人的话,确实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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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波,空军应该不太会带遥 所以说,这个空军如果说,哎呦,秒勾,不被勾下来,哎,但是放两次 还是椅子不够远啊 那这样的话看分一家救人吧 牛仔这边的话 没必要在脸上面待着 这波呢其实肯看牛仔的抉择 他在这边晃的话呢 就是他来救人了 分一家这边不救 那也行 那牛仔救没有博命吧 牛仔这边没有博命 这波其实牛仔救空军 一勾漂亮 哎呦小帅小帅小帅 挺帅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边这个牛仔他已经没有飞轮了 所以说他在OB需要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我可以勾不下人来 但我不能倒 而且呢即便你把人勾下来了 说实话对于速散来讲 这个空军只要不带摇的 大概率还是将人能挂上 这人对抗 对于全人来讲 应该是不太能出现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因为脸上有一台大遗产 或者脸上有一台就是 修了一半的遗产 这个机子是修不完的 外面又没有什么OB位了 这局应该是速散的宝瓶真胜了 这边的话直接开大喷 有博命吗 最好是有博命 有博命的话呢 对于全人来讲 这个三人开门战会打得比较舒服 十一刀 救 有博命 好 这边你拉开 我补机子 但这台机子的话 修不开 修不开 空军这边拉到死角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穷者爱队 要补状态 完了 这边飞家 很稳啊 这个三喷喷的不错 这个三喷喷的不错 但是回头去抢这台机子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这台机子抢不开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刚刚没说完 补状态吧 不补状态的话 律师外面再骑一台机子 也就是飞家这边 难道是假装修机子 实则是勾引你来抓我 外面实际上修的是律师的台机子 哦 这么打 那我也算是有点明白了 两边都在修 然后呢 我这边办学的人 有自保能力的人 来吸引你 让你来打 那这样的话 律师这边的机子 就可以不受干扰的压好 高招 这时候有点高 因为毕竟不是死黑了 不是死黑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安排 是一种无形的默契呢 还是说一个巧合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 你别说真不错呀 对吧 他们如果补状态 速散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消耗求生者 消耗你的上挂次数啊 消耗你的道具啊 都可以呀 飞家这边的话 应该是走不了 但其他两个队友 这边门能点开 速散丢散的话 这个会直接丢不到的 拦不住拦不住拦不住拼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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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一手选择 真的 大家也可以评价一下 我觉得 虽然说之前我会 可以想哎呀补状态什么的 但是看完以后 看完结果 66666 非常高级的一种选择 拜拜 点关注啊